一提到印度,很多人就会联想到一个并不好听的绰号,叫强奸大国。 显而易见,屡禁不绝的性侵案件是这个名称的由来。 印度女性地位低下,再加上臭民昭著的种姓制度, 意味着如果一个女孩出生就是贱民, 那么她的人生都要比其他人凶险几分。 据印度近日报道,印度北方邦帕卡里亚村的一名13岁低种姓女孩遭奸杀, 上周五她出门去田野里上厕所,但是再也没有回来。 家里人发现她许久都没有回家,于是纷纷出门寻找, 最终在甘蔗田里发现了她冷冰冰的尸体。 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,女孩属于窒息而死, 颈部的勒痕是她的死因,而且她生前遭受过离主, 当地村庄内的两名男子已被逮捕。 这起强奸谋杀案在印度掀起了大规模抗议, 这个案子之所以这么轰动,受害者是未成年是一个原因, 还有一个原因是,这个孩子是达利特人, 而这个种姓正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的低种姓, 即过去印度人口中的贱民。 有抗议者说,这起案件反映了低种姓生存的艰难环境, 而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府则为这种恐惧气氛推波助澜。 达利特人权力活动家阿扎德认为, 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下, 印度对达利特人的压迫达到了顶峰。 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201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, 2018年全年,全国共报告了超过3.3万起涉嫌强奸的案件, 平均每天91起, 考虑到很多人受到侵犯后不报警, 真实的案件数可能要比这个数字高得多。 印度的一些女权人士表示, 过去当局更多的将性侵案件视为社会风化问题, 而不是法律问题, 因此印度现行的法律根本无法保护妇女权益。 黑公交案发生后, 印度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强奸案的修正法案, 在另一起受害者是8岁女孩的案子发生后, 印度又延长了强奸犯的刑期, 并在受害者年龄小于12岁的情况下, 引住了死刑。 然而发生在2012年的黑公交案的伤痕还尚未痊愈, 现在又鲁天心伤, 可见性侵案件已成为印度社会的顽疾。 然而, 刑法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, 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考虑到犯罪成本, 可能会打消犯罪的念头, 但是若想从根本上扭转强奸案频发的社会风气, 或许需要法律与教育并行, 需要在根本上提高女性地位, 还需要让印度男人从心底里尊重女性, 但这些尘科救急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解决的。 在一段时间里, 印度强奸大国的帽子还是很难摘下来。